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 欢迎收看本期大帅关账 再来关账一把这个S1的绝活猫女 之前看了一把其实牵着 超修理哦 带前锋 有一个玄学小伙 蓝蓝 祝你成功 祝你夺跑 受伤大帅最真挚的祝福 这套阵容速伞打的话 我觉得速伞怎么地都输不了了 很难输 因为速伞打这种 开门战前锋的球也不会剩多少 开门战真的就一刀一个小朋友 除非你说开门战先知还留一只鸟 前锋还留个大半个球什么的 然后牵制的够久才行 要不然前期如果牵 就算前期牵制的够好 速伞都能够开门战来翻盘 保平甚至真胜的 就看他这个前期的节奏 前期节奏好呢 我觉得速伞稳平 然后真胜 如果前期节奏不好呢 我觉得即使最后也有一波 对吧海底捞的机会 一波全捞或者一波捞个一半 对吧 保个平什么的 看一下镜头给到猫女 还是来看猫女这边的一个思路 第一猫女 她在牵制能力上面固然是 对吧 很强 但是她更多的 我觉得还是要靠她的一个走位 靠她的一个狗 就是把这个局势给狗起来 虽然说你猫女对吧 牵制的 刚刚我们之前我们见过一把 这猫女牵制的一个能力 其实还是蛮强的 但牵制能力强 猫女牵制能力再强 她也就这样了 鸟给上 这边一个加速蓄力刀 没打住 打一刀 好 这边进去板子 不下 不下板 这块板留在后面用 猫女下了板以后 这个点位就要必吃一刀了 丢伞 封走位 好 过来 砸头 呦 算 闪现速伞 打一刀 开技能 然后一个摇灵带走 因为现在是一个黑魂 这猫女牵制都不用回头的 对吧 她对于这个距离的把控 就这么的好吗 就纯粹从红光这边来判断 闪现一刀打中 然后这边一个摇灵 丢伞 丢伞切白的话 我觉得反而会给到猫女一些机会 继续来看 这猫女已经牵制很久了 一刀蓄力刀打中 白刀 一个加速白刀好像是 前锋 电机修完 这个电机修完 我觉得外面剩下的电机 就已经不多了 就她最后台了 这里 先知修最后台就可以了 先知找到最后台电机 留给速散的机会不多了 留给速散的机会不多了 这个猫女牵制的真的太久了 吸魂 那边 戒尸 靠过去 把人救下来 戒尸好像不太想救 可能戒尸没有博命 我觉得戒尸有博命 我觉得戒尸有博命可能就救了 两个人一起来 吃一刀 帮忙扛 帮忙扛 这戒尸 肉盾 吃一刀 那猫女拉走镜头 再次给到猫女 其实这一刀追 这个机械师不是特别的有用啊 这样的话给猫女到了交互点 这个猫女你能放吗 这个猫女不能放啊 这个猫女太猛了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电击最后台了 看一下百分之三四十 前锋 这里有一手撞 不太好牵 他得反向姚格林 姚格林躲掉了 躲掉这前锋 能玩了 试事不如我心意 介石娃娃拉过去 天门 然后猫女二挂 机械师 这边要救人吗 先知救 机械师压机 这机械师压机 这先知吃一刀 这电击得压个半年呢 好久 这边机械师来了 机械师来 那这里得守着这个前锋吗 我觉得这波挂 这个前锋有点亏啊 猫女被救下来 电击倒是有可能能 稍微控一控 这里先知过来 先打一刀 守住 守住 救下来 前锋还有球 这一轮 抓这两个人 一刀打 猫女 卡着 卡着 躲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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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还行 局势上面来说的话 毕竟不是四黑啊 球者这边的配合 没有那么的 交流没有那么的通畅啊 所以这里的话 我觉得 速伞 趁着这一波路啊 还有机会能翻 主要这台电机 现在速伞 就守着这台电机打 慢慢的来消耗球者这边的一个上挂次数和他们的一个血线 先挂 先知 机械师 电机 哎呦 这个机械师 真的拿头再修啊 这进度也长得也太慢了 丢伞 丢伞 照一手 翻 加速 走 一个摇铃 闪现过来 打掉 外面也能不能重启一台 猫女这边需要跟队友来进行波补给 先把猫女摸好 这台电机点不亮的 这台电机点不亮 如果说这一把求生者不重启的话 有可能会被翻盘打成一个四抓 还真别说 真的让速伞抓到机会 我好像觉得 这个速伞挂这边的前锋 其实会给到求生者一波 把猫女救下来 然后拉开了一个机会 但是呢 因为这张椅子离这台电机比较近啊 慢慢的还真打到一些机会 这个娃娃来了 娃娃来了 杉杉来迟的娃娃 先把这个娃娃给打了 对 机会是这边能不能救下来 能卡半吗 卡半救下来 还行 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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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状态猫女 这边先追谁 只能守电机啊 只能守电机 这边穷者选择强行点灾电机 有猫女在 找好一个位置 打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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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开熄火 开熄火 那能修多少修多少 点亮 四人逃窜 呦 这一波好漂亮 但即便如此 这里忙女倒了 忙女倒了以后挂飞 然后再来找 因为求人者这边是四个人全在这边的 所以没有人能贴门 呃 这里丢伞 再找到一个平局 然后 找到这个人以后 再一波技能 如果能抓到人的话 是一个三抓 但是求人者这边没有贴门 看见先知了 平局应该是有了 平局应该是有了 这把局势上面打的还是很好看的 整个过程非常非常的跌宕起伏 对吧 前后摇摆 跟坐过山车一样 你也不知道到底谁能胜 蓝蓝加油 吸他一只鸟 然后跳地窖 完成一波三跑 全世界都在看着你 你是这一场的希望 你是这场的主角 丢伞 过来 翻 翻不进去 一刀 鸟没吸出来 这边门开了 平局 差一点点 如果吸出去 这鸟还真有可能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